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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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在之后的广告合作拍摄时 也自然展现了真实情侣之间的默契和甜蜜 令人心动 说起两个人选择彼此的原因 也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当时还是单身的鱼饼 经常在节目中被问到 会喜欢怎样的女生呢 她每次回复的标准只有一个 喜欢笑起来很漂亮的人 那申明儿符合这个标准吗 不仅完全符合 甚至还超出了标准好不好 那女神的理想型是谁呢 申明儿其实在节目中 提过自己喜欢舒服 让人好奇的人 听起来好像也挺简单的 从互有好感的前后背关系 变成最了解彼此的恋人 她们慢慢地熟悉彼此 成为对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可就是在如此平凡的相爱中 命运非要她们共同经历洗浴杯 2017年5月 金玉斌在筹备新戏窃听的时候 时常在片场流鼻血 喉咙痛 随即被查出患上了鼻烟癌 接着她宣布停止一切工作 全面接受治疗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无数粉丝揪心 但也有人开始揣测 女友申明儿是否会离她而去 毕竟两人才交完两年 而且作为事业还在上升期的女明星 照顾病患的男友 需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 没有想到 个性十分低调的申明儿 在面对男友患癌的巨大悲痛时 坚强地对公众说道 我会陪伴在金玉斌身边 帮助她度过治疗 短短的一句话是那么的坚定 申明儿也说到做到 2017年到2018年 金玉斌经历了三次抗癌治疗 和35次放射性治疗 在治疗过程中 两人也经常被拍到 共同外出就餐等等 据说 申明儿还为了金玉斌 在离他家十分钟的地方 租了一个房子 以便陪着男朋友看病 完全是女友力满分的一个做法 也在申明儿的美德本上 又增加了一条 金玉斌抗癌治疗结束之后 两人选择去澳洲挂年 被路人偶遇时 正食指紧扣 挽着胳膊逛街 舒服休闲的打扮 特别像一对老夫老妻 即使一直被潮欧年龄太大 是姐弟恋 申明儿在关键时刻 拿出了成熟女友的价值 停止了自己的行程 陪她复诊 陪她治疗 耐心地等待男友病遇 有人曾经评论说到 申明儿和金玉斌在一起四年 其中两年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因为她从未想过其他而去 从来没有想过 她其实还有其他的计划 在男友需要帮助的时候 她奋不顾身 坚持到底 这是身为女友的义气 也是她最恰到好处的爱意 她们是爱情该有的样子 由此可见 申明儿不仅是女神 还是一个非常专一和负责的女人 即便是为了金玉斌 推掉了很多工作 但她仍然是拥有着很好的资源 甚至被称作是广告女王 作为演员 她的演技也是受到了大众的肯定 所以说 申明儿在韩国绝对是一线女星 她的咖位也不低 合作过李正仔等实力演员 所以说获得了超级多人的认可 其实 申明儿的演艺道路也没有那么顺利 比如说 在刚出道的时候 演技被很多观众吐槽 毕竟当时申明儿年纪很小 14岁的时候就进了娱乐圈 不过她一开始并不是演员 而是以模特身份进入了娱乐圈 在正式演戏之前 她凭借着出众的外貌就被很多人注意 并且还拍过了很多MV 就在她15岁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出演了黎明的MV 看来她在香港也有发展过 黎明当时在韩国人气非常的高 所以说申明儿绝对是有非常大的魅力 才能够有机会和她进行合作 不过 这么多年 申明儿确实没怎么变啊 出道以来 一直都是简单舒服的调子 笑容很干净至于 火山高效力 她是冷翡翠剑刀社社长刘彩仪 这部剧也是她的出道作 2003年 凭借命运的搏击一剧 申明儿获得了SBS演技大赏 新人赏 在《这该死的爱》里 她是男主的私人贴身跟班 扯恩西 2010年 她主演的喜剧 《我的女友是九尾狐》 获得SBS演技大赏 优秀女演员奖 主演的影视剧 广受好评 不断地获得一些大赏 有作品 有演技 也为她奠定了韩国一线女演员的位置 在《All My Vieners》里 她搭到男神苏志谢 饰演有身材焦虑的女律师江朱恩 在《明天和你》里 她是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宋玛林 一个默默无名的女摄影师 仔细算来的话 她的确也不是小姑娘了 目前差不多已经37岁了 作为演员 她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出道了20年 所以说也是一名老牌演员 但是从外形来看的话 《生命儿》顶多是20岁的模样 门帘都是让人羡慕的胶原蛋白 作为女神 她的时尚资源和广告资源 也是比较不错的 最近 《生命儿》的新剧上线 《海遗村恰恰恰》 这部在《生命儿》37岁播出的电视剧 也将成为美女时隔两年之后 重回小荧幕的作品 从故事梗概来说 它不仅是一部浪漫剧 更是一部主打正能量的 治愈型迷你剧 TVN为她选择了相当不错的档期 在周六周日播出 这也显示出了TVN 对两位演员的重视 今年 在这个档期播出过的 哲人王后 文森佐 以及《我的上流世界》 一直到恶魔法官 收视率基本都还算不错 在这部剧里 她是都市女人尹惠珍 尹惠珍的搞怪表演 真的和生命儿私下真的很像 《海遗村恰恰恰》里 惠珍一直在资助儿童和未婚妈妈 还为非洲灾区儿童 盖了学校 这其实是生命儿现实中 一直在做的事情 生命儿小姐姐 不仅人美 心地也十分地善良 据韩国媒体报道指出 自2009年起 十年以来 低调捐款累计达到了14亿韩元 她也一直在帮助烧伤人群 独居老人和弱势儿童 默默捐款并不宣扬 可谓是明星里的典范了 生命儿出道以来 虽然作品不多 但是因为甜美的长相和善良的品格 一直很受韩国娱乐圈的同行们尊重 也一度被称为是妈朋友家 特别优秀的女儿的意思 可见 韩国的明星和网友们 都非常的喜欢生命儿 不仅如此 乐观积极的生命儿 更是很多男明星 公开表白的理想心 有着天使般荣雁的韩国新生代 超级偶像车银忧 此前就在某档综艺节目中 在一众女星里 选择了生命儿 作为自己的理想心 由此可见 生命儿超高的影响力和好人员 金宇斌还在为生命儿送的餐车上 拉了这么一条横幅 支持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 特别是生命儿 其中爱情的甜蜜 送横幅中如蜜糖一般满溢出来 这两位到底何时结婚呢 似乎就是要找一个大家有空 并且时机恰好的时间了 也希望随着年龄越来越漂亮的生命儿 与战胜并魔的金宇斌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希望现实版偶像剧的他们快点结婚 卡卡认为感情事业双丰收 但生活里依旧低调沉稳 不喜欢太热闹 也不拒绝有趣和情调的生命儿 这样的状态也挺好 期待她更多的好消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卡卡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